你好,今天我想去讲林检。林检最近他们要去公股,五公一,就在上个星期停牌,有一个结样,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去公股。 为什么要去公股?因为他们过去几年住了很多的收购,收购内地,收购海外的商场,收购一些物流中心。 他们的负债北历由二十头涨到二十七、二十八左右。 他们有一些以前发的债,可能利率续续会到齐了。 去年美国的十年期的债券,有接近零的利率涨到五厘。 如果他们这些债要重新再发的时候,这个利息的成本不会低。 第一,要去解决这个负债的问题,有三个方法。 第一个就是继续去发债。 第二个就是,好像捡一趟一样,到现有的股东,交代去公股。 目前。 第三,就是把一些基产卖掉,去减低这个基产。 如果要去捡基产的话,对很多的领导他们会觉得不好。 因为基产应该是膀胀的,不会去尾数的。 所以他们去考虑一个卖基产的机会可能去消。 导过来说,从二选一的要去发信债,但是要成单那么高的利息,他们也不想。 所以为什么他就要去公股。 过去几年,他们买海外的基产,卖掉香港的基产。 我不知道怎么说,就是股票价格已经反映。 第一,这个领导周的决定,是不是是对还是错。 还有就是,环球的利率的环境变化,要反映到它的股价,从最高位跌到今天的。 这个是什么问题,我们觉得应该要去思考一下。 有什么一些方法是,策略是,可能要去理清楚。 因为最初的领会上市,就是领年的前身,上市是一家房地产基金公司。 我们收住以后,就把周金分给股东。 但是,随着他要去改变,然后还不仅仅贯注在香港,还要可以去买一些内地的海外的。 还有就是,可以做发展,去买地啊,可以把张晴雅改了。 这个就是,跟他成立的这个初心是不一样的。 他现在不是一个纯粹的房地产发展基金,收住基金。 所以大家要思考一下这个根本性的问题。 今天讲的,零简就到这里。 有什么可以留言的? 再见,拜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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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